今天被一道视频爱他妈了 先看一下 那这个事我分析他有三种可能 第一打墙了 第二平行时空了 第三精神失常了 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说怎么不开导航 你真的遇到前两种情况 开导航也没有用 以前我讲过一个类似的网友分享 你别说导航 手机都没有信号 感兴趣的给往前翻下老视频 那么今天再讲另外一个网友的分享 跟大姐的这个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网友阿祖在2012年的时候 跟朋友开车去拉萨 在玉树214国道上忽然间遭遇了沙神暴 能见范围不到两米 阿祖和朋友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钱不着村喝不着店的 非常的害怕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就只能慢慢的往前开 开了没多久 就看到路边有一条岔道 是一条在两座矮山中间的路 而且这条路上明显的沙尘要小很多 两个人就很自然的往里开 当时他们用的是凯利德导航 在导航上是没有这条路的 不过那个时候的导航 不比现在有点误差也是常有的事 两个人往里开了有十多分钟的样子 路上已经完全没有封沙了 两边都是高高的山 当时朋友就提议停在路上 等几个小时再掉头出去看一看 但是阿祖一想 等几个小时天就黑了 也很危险 不如往里面再开一开 说不定有村庄啥的 那一商量就决定往里开 跑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 看到路中间就立着一个牌坊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白石镇 那一看呢 果然有镇子 就很兴奋 继续往里开 没一会儿就看到了房子 还有一个大广场 两个人就把车子停在了广场上 准备找人问问情况 那下来之后转了一大圈 怪了 一个人都没有 敲门也没有人印 那两个人就顺着路往里走 然后呢 房子越来越多 路的两边都是房子 但是奇怪的是 家家户户都关着门 并且没有一点声音 几乎所有的门他们都敲了一遍 可是都没有人印 那这个时候呢 两个人就感觉有点不对了 因为太安静了 而且还特别的干净 路面是那种大块方石铺的 一点灰尘都没有 房子也都特别的干净 墙面上没有任何的裂痕和污渍 那两个人就纳闷了 这么干净 肯定是有人天天打扫 可是怎么就一个人都看不到呢 难道说 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都去某个地方参加什么活动了 你毕竟每个地方都有特殊的风土人情嘛 那行 咱继续往里走 结果走了很久啊 都是一个样子 而且脚下的路呢 似乎没有尽头 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 两个人决定原路返回 那怪事发生了 两个人返回的路上 那些房子里全都亮起了灯 那肯定就是有人嘛 两个人又敲又汗 有人嘛 还是没有人搭理他们 那就这样呢 越走越害怕 因为这一切太诡异了 而且这个地方 连崇鸣声 风声都没有 慢慢的 两个人从走 变成了小跑 那终于跑到了广场上 上车 打火 掉头走人 好在一切正常 两个人总算是离开了那个地方 再从岔道 上到国道上的一瞬间啊 风声 鸟叫声 崇鸣声 一下涌了出来 这一下两个人呢 才算踏实了 外面的沙神报也停了 就这么一路开到天亮 找来一个有人的地方 停车休息了 后来一路上再也没有遇到怪事 只是无论从地图上 还是网上 又或者是问当地人 都没有这个白石镇的信息 那两个人呢 从拉萨返回的途中 在那条路上还刻意的找了一下 可是那个岔道 似乎是消失了 遗憾的是 当时两个人并没有拍照 记录下这一次神奇的经历啊 我觉得啊 也许这个世界上 真的会有一些神秘的空间 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契机下才能进入 好了 我是老条 下个故事见